又搞什麼那麼神秘 在這邊 我打個網 石仔 我們準備了一些令人尷尬的回憶 哎呀 糟了 很肥啊 為什麼那麼肥呢 我記得當時是 Shermon 他們問我為什麼人那麼頂 而且當時的show好像是沒有了 石仔 很久沒見了 演唱會也開了 感覺如何 所以好像化了個夢 沒想過節目會那麼成功 又沒想過大家那麼喜歡我們 想不到這個比賽會那麼 令人忍不住會想哭 因為比賽本身就是 你跟我鬥 你死我活 當我進去參加第一回合的時候 可能因為有一點成績 第一回合我的分數挺好 就比較信心我繼續走下去 加上其實認識了他們14個 是不會想走的 認識了之後就不會想放棄這個比賽 很想一起走下去 哪一個淘汰了大家都很不願意 是罵導演說為什麼要淘汰啊 你們做得很好 不過罵得最多就是導師們 誰被淘汰都一定不會說他們錯 沒有一個是對的 因為沒有人會想我們就不會走 那你還記得當初為什麼要參加這個比賽 當初是因為覺得自己已經到了極限 在basking 或者在玩音樂上面 很想有些特殊 那你再看這條影片 你覺得自己以前和現在有什麼不同 那個人自信了 不會再想到一邊 做每件事都盡力做 想到最好的結果 就算覺得這條路很難走 就努力一點 見到身邊有這麼多可以幫助自己的人 為什麼不開口馬一聲 我覺得這條路一定是難的 但原來遇到這麼多幫得上的人 又遇到這麼十四個這麼好的朋友 這條路不孤單 當年剛才沒有想過卻步那一刻 一定有的 我一定有想過縮沙 知道進入一個電視台去玩一個比賽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鍛鍊 我覺得是一種鍛鍊 你覺得整天你得多一點還是失多一點 我失去了什麼呢 我失去了的東西是很少的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要取捨 可能你入了這裡 你錯失了外面的機會 但你不進來這裡 你錯失的機會更加多 如果你是想進入一行 你想去唱歌 你想去做創作 其實你可以進來去試一下 這裡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那你有什麼跟一些想參賽 但到現在還未報名的人說呢 你在等什麼呢 其實參加一個比賽只是報名 很簡單 加上這個比賽又沒有報名費 你出去參加一些什麼區 密區的比賽 只有三回合就完了 你是有很少的比賽體驗 你只要傳一條影片過去 那為什麼不試一下呢 我覺得你在這裡 會找到你人生很難忘的回憶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認識到很多的人 對你將來工作也好 唱歌也好 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勇敢一點 走多一步 試一下吧 你覺得如果沒有參加這個比賽 你一刻你會在做什麼呢 我應該是很努力 上班 儲錢 應該就個人不會 沒有那麼有火 我本身想儲錢 就是想快點搬出去 想有自己的家庭 這個節目令到我這個大計要推遲一點 因為我這個夢越來越近 想追上 現在這團火很旺盛 接下來有什麼計劃 還想做什麼 想試什麼 我很想快點有自己的歌 很想寫歌給身邊的人 很想和很多人合作 其中一個就是練者 很多東西想挑戰 還有拍劇 初初是很抗拒的 覺得又要學一些新的東西 又不知道要拍一些故障劇 還是超了時空 又怎樣怎樣 但是看到現在 劇集又很有興趣 去揣摩一下角色 很興奮 有沒有翻作戲份班 沒有翻過 五強沒得翻的 很慘 做戲 唱歌呢 唱歌呢 有很少的動作 例如那天我要上台 跟Ginni演唱會的時候 跟Ginni唱歌 我很緊張 我好像有PTSD 創傷後遺症 我會覺得 糟了 我上台會不會忘記歌詞 又會不會再解僱一次呢 Asuka就過來拍拍我肩膀 我就除了Eman 她說 你要感動全場的所有人 她不覺得 但Asuka就有一種魅力 她只是那種很微小的東西 之前都是比賽的時候 可能她唱了一句 但對你來說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 聲蒙全奇異 就快截止報名了 還想什麼 快點去參加吧